我们到老欧了 刚才我们过了海关工作人员问我这个车是什么车 我就告诉他是中国的国产车 他说哇太棒了太漂亮了很霸气 大家好我是小雅 大家好我是万里 今天是咱们自驾国产车回娘家的第三天 我们已经在路上行驶了1500公里 终于顺利的到达了中国墨罕口岸 很多朋友都在问万里 开着新买的国产车能够顺利到达老欧吗 今天咱们就带着手续一起去办一下 最近看到很多朋友都私信话 你说新车可能不好开到老欧去 试一下啊今天 到墨罕口岸以后 右手边有一个商务车辆证明中心 就在这里办 万里现在在办证件过关 车只是新车 不知道能不能办得下来 看来万里还是挺忙的 就等着看吧 怎么又去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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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老欧买 下来一条就在这里买 下这里买 对到老欧那边就有些人多 那我到老欧那边就办个价值就行了 我再整理一下把保鲜买了 等我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买的话只要买三个月 买保鲜我肯定买三个月 吓了一跳 终于办好了 大家可以去老欧了 开新车过来跟开旧车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费用 没有吗 就是一些一样的 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自己准备开车去老欧的话 需要的证明 首先需要行驶证驾驶证 等人的身份证 中国的交墙写 营业执照 华人身份证 交管12123的截图 车辆信息表 驾驶原信息表和承诺书 把这些带来就在这里 就搞定了 半条商务用途车辆证明以后 咱们就拿着这个证明 来到出定大厅二楼去找一下运证 今天特别特别的顺利 全部搞定 如果大家开车去了 我要去很多个地方的话 一定要全部把名称打完啊 不然过去容易被查 对 要去什么地方的话 直接打出来 因为我们是到巴社 我们是会穿越整个老国 所以说只打巴社就可以了 对 走 去开车贴标子 马上大美就可以把大美的国产车 开到老鹅去了 心里面现在都碰碰碰的好激动 马上要出发老鹅了 还是在关口再给换一点钱啊 马上就会成为百万富翁了 换一千块钱就行了 好 一千块钱换了360万 对啊 我这次回去算不算是一个富豪 三百万老币不算 三百万人民币可以 刚两次游戏就没了 哈哈哈 这是班正建也算是真的很顺利很快 但是到老鹅那边的话 不知道是什么样啊 对老鹅那边是不是行车 要马上一秒 对 估计是那样的 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 标子也要放好啊 可以吧这样可以啊好就这样啊好 准备抹发了 准备抹发了 就是中国的 会儿过老鹅那边的口岸 再给他看一下啊 是什么样的 关里马上就出来了 不过还在查车 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 不会说东西不能带吧 还在查看 希望宣布都能过啊 哈哈哈 过来了 赶紧赶紧上车 是你啊 是你给海关聊一会儿天 哦 你这个车有点霸气哦 是吧 老鹅去一点一点油啊 好好好 中国国产就是大气哦 刚才过中国海关都这么快 到老鹅海关不要是什么样的反应了 哈哈哈 期待一下吧 对 走 对面就是老鹅 对面的借助就是老鹅的借助 但是现在我们还在中国的领土上面啊 这里就是中国和老鹅的借甲 这边往里站的位置就是中国 再往这边一跨 这里就是老鹅了啊 中老夫妻在这里打一打卡 耶 我们大达老鹅关口了 大家 真的太不容易了 好来这么远 终于快到家了 所以咱们就去办理车辆证件 看看这老鹅这边需要什么手续 好 前来老鹅旅游的朋友啊 不用担心到老鹅海关 那边不会交流 这个工作人员都会讲中文 现在我们先把步骤 行使剑给这位帅哥 他帮我们帮忙一下 今天同学是有点忙 然后他今天就出来帮不了吗 我跟他说 有事就忙 因为上一次他也带我办了 我也知道怎么做 确实也不是很很难 有东西文件 那最后就会非常简单 到老鹅这里然后一切到哪意思啊 花五万了老鹅就拿到这个文件 他才听这个好甜 哇哇你这两车是咱们试算的 老乡也多 穿A 走 好 证件都搬好了 现在进去护照盖章 一样的顺序啊 就是什么 开车过来过海关 我们的文件已经搬好 现在还剩万里的驾驶证 驾驶证我们出去以后在外面弄一下 现在我就想我们这么多东西能不能过老鹅的关口 就这样子了 我走到了我就是不一样了 大家大太阳啊 特别热 我们所有的车辆证件手续都办好了 哦 你知道吗 刚才我们过了海关工作人员问我了什么 他问我这个车是什么车 然后 我就告诉他是中国的国产车 他说哇太棒了 太漂亮很霸气 就想问这个是什么车 但是中文不太好 刚好就遇到我也是老鹅人 他就问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车叫坦克车 然后哇 听到名字都是霸气了 很漂亮 真的没想到咱们的国产车还没有开 正正的开到老鹅到海关这里就已经震惊他们了 哦 对 刚才他们还问我你叫到中国吗 我说是的 我是中国的媳妇 他说哦做中国的媳妇就是好 这个车应该很贵的 我说不是在中国这个车都有人开 他说很普通的 他还说就是啊中国人就是有钱厉害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是开自己的国内的车来老鹅旅游的话 一定要在关口这里办一个驾驶证 老鹅的驾驶证啊 不然的话去老鹅那边交警查到没驾驶 真的话就属于无证驾驶哦 我们到老鹅啦 哇耶 大家来到老鹅这边啊不用担心不会讲老语无法沟通 你看 所有的门店都是老中语的标记啊 你去买菜好多人也会讲中文的 特别是在莫林这边 因为这边中国人比较多嘛 每个人都会一点点中文 再带大家观看一下 这边的老鹅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卖东西 他们这里应该人币和老鹅币都收的 对 人币也被你提供 老鹅的美食烤串串 我们再逛一下 好像中国没有这种转一转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我肯定知道 有黄子苍蝇的嘛 哦 对 我们再逛看一下 老鹅的美食 就是要放一盘一盘卖的 要不要吃冰淇淋 我不是 我不是 我来一杯 来吧 去买 你要不要吃这个 要 知道别的芒果 都是蘸辣椒酱啊 对 多少钱 多少钱 不对 两万是吧 我本来还想展示一下老鹅语 结果每个人都会讲中文 两万老鸣 来到东南亚了 就是水果啊 大家 特别多 个整个样的水果 没饿 落下来没饿 落到三人 哇 不通练的 不通练了 双鲜 你双鲜 我比中国还比哦 以前不是一万块钱一公斤吗 那是以前 涨到十万 涨十倍 我 我 不通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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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